欢迎收听12月16日的世界整点快讯 禁止逼牵令校期于金下鉴码后 10分钟内将房客驱离病患所的措施再次上路 20岁女师偷吃学生的欢愚片遭疯传 最后遭学校开除 拜登政府债台高筑 推算美国家庭平均欠28.7万元 有研究证实 弹注抗体疗法对Omicron变种病毒效果较差 男嘉宜对母子当劫匪涉嫌28级抢案 专挑戴珠宝的亚裔老人 上海教师质疑南京大屠杀史实 在网上引发围剿后 遭校方开除 一名男子做任何事都靠家人 最后活活饿死享年23岁 美国打过疫苗的保姆现在超抢手 甚至六位数年薪还招不到人 华盛顿消息 保护租屋族不至于流落街头的禁止逼迁令校期 于今下届马后 十分钟内将房客驱离病患所的措施再次上路 华盛顿邮报报道 自从美国疾病管制际预防中心颁布的禁止逼迁令到期之后 从今年8月初以来 亚利桑那州马瑞波卡郡治安官麦克罗斯基 已经完成300多件房客驱逐令 麦克罗斯基的职业生涯中 经过遭到驱逐的房客以各种理由或借口苦苦哀求 但她的回应始终一样 房租必须按时缴交 法院已经下达驱逐令 法律就是法律 塔拉哈西消息 美国一名20岁代课女老师被控与男学生发生性关系 女老师落网后坦诚和学生发生四次性行为 不仅如此还拍下欢愉过程 甚至每次都没有避孕措施 离谱行径引发议论 戴维斯落网后坚称他和学生是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发生关系 校方对于这起性愁闻发出声明 强调希望代课教师和全职教师一样 秉持相同的高标准 直言戴维斯的行为十分可耻 完全违反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的信任 华盛顿消息 由于国会不断提高联邦政府的举债上限 美国的债台也就预注预高 根据网媒Cons News推算 相当于每个纳税人家庭承担接近28万8千元的债务 根据国税局2018年发布的个人所得税年度报告 全美共有1亿42万4千多户家庭提交了因纳税申报表 也就是这些家庭在扣除执免后缴纳了所得税 在国会通过提高债务上限之前 联邦的债务为28兆9080亿元 即每户承担债务为28万7859元 华盛顿消息 雷杰纳龙药厂16日发表声明指出 研究数据证实 经常用来为为施打新冠疫苗民众 治疗新冠肺炎的单株抗体疗法 面对Omicron变种病毒时 效果变差 雷杰纳龙药厂执行长施莱福 16日接受CNBC新闻频道专访时说 Delta变种病毒 Omicron变种病毒 以及流感三种感染案例 可能同时暴增 必须备妥因应计划 洛杉矶消息 南加城县园林市警方宣布 12月14日逮捕了两名劫匪 Floria Geisel和她的儿子 Marius Geisel 这二人在过去6个月曾参与28起针对亚裔老年人的抢劫活动 警方于14日下午40左右拦下一辆汽车 发现Floria Geisel坐在前排副驾驶上 随后当他们送Floria Geisel回警局时 发现一辆可疑车辆紧随其后 经确认司机是Marius Geisel 是Geisel的儿子 警方于是逮捕她 过程并没有任何事故发生 北京消息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 14日在课堂上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数字的真实性 影片流传网上引发围剿后 校方今晚立即以发表错误言论 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为由 将她开除 这名女教师遭校方开除后 中国网友群起呼吁警方 以寻衅滋事罪将她刑事拘留 此前中国已有多起涉及南京大屠杀 不当言行而遭刑拘的案例 北京消息 受一胎化影响 中国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加倍 也宠出不少巨婴 中国第一懒人杨索 因为懒得走路 还要父亲用便单挑着走 而他有手有脚 却连吃饭都靠别人喂 杨索13岁那年 父亲因肝病去世 没有多长时间 杨索的母亲因为劳累生病 不幸撒手人寰 母亲去世没多久 丧失生活能力的杨索 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一空 等钱花完 就到村里跟各家讨饭吃 不愿出门的他最终活活饿死 年仅23岁 华盛顿消息 美国在职父母疫情期间 照顾孩子已经够辛苦了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 让他们有后顾之忧 可能延缓返回工作岗位 急缺已完整接种新冠疫苗的保姆 临时保姆 以及日间托育中心的员工 彭博资讯报道 保姆人力派遣公司 Tiny Treasures Nanny Agency 创办人库瑞特说 几乎每位上门求助的家长 都想要找以打疫苗的保姆 但只有60%的应征者 已接种疫苗 只缺多但合格者少 是完整接种疫苗的 保姆行情大涨 以上就是今天世界整点快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